立委的战争持续的烧下去 从立法院烧进了法庭了 为了被管毕林呼巴掌 洪秀柱昨天按铃控告管毕林 结果现在双方还是没有打算和解 今天在立法院还擦身而过 都没有交集 管毕林说她没有做错 敢做敢当 现在要找律师跟洪秀柱在法庭见 管毕林在台上口沫横飞 洪秀柱坐在台下 正眼不瞧一眼 两个女立委依旧不和解 我记得她以前看到的很亲人 姐姐长姐姐短 甚至于她在审预算的时候 在执政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提任何案子 从来没有批评过她自己的政党的 然后我们要删预算 姐姐不要这样嘛 姐姐不要那样嘛 翻脸跟翻书一样 洪秀柱被管毕林国一巴掌 还在气头上 昨天采取台北地院案铃控告 但管毕林丝毫没有想道歉的意思 我就是敢做敢当啊 2006年的9月23号 她出手打警察 一打打两个 打一个局长 然后打一个警员 那时候局长就出来说 我们都宽宏大量没有告她 所以我想洪委员她也打过人 打过两个警察 她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人无可人 我爱警察都来不及了 你去问问看那两个警察 她觉得她是在被我打吗 如果真打了警察 那还得了 那警察当然肯定会告我的 一个号称国民党的小辣椒 一个号称是美管毕林的民进党一姐 两个女人互不相让 战争从立法院烧上法庭 中文新闻蔡长江文宇台北采访报道